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一起学习到 第33月光明慧变院 我们先将这一段经文读一遍 我作佛时 生我国者 善根无量 皆得金刚纳罗延伸 坚固之力 身顶皆有光明照耀 成就一切智慧 获得无边辩才 善谈诸法密要 说今行道 语如终生 若不讹者 不取正觉 这一段在我们的讲记 201页 师长有提到这是第32 33 34愿 末后一句是总结 那第32是纳罗延伸院 我们复习一下这一段开解 是金刚神的名号 金上常常也说 他为金刚立士 在此地是形容他的身体 永远不坏 像金上所讲的 轻虚之身 无疾之体 无疾之体 金刚不坏身 我们也说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比方说 我们生病了 是不是佛法 以病为师 这个病是佛法 观身不静 你看这个身体 九孔常出不结之物 常常还要四大不挑 大小病都有 生病了 我们就想到 我要去换金刚不坏身 这个病就鞭策自己 要好好念佛 求生净土 你遇的一切净 都可以提醒自己 净土违规 你洗澡的时候 一搓 怎么这么多 脏东西 还是极乐世界 这个金刚纳罗 延伸好 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好 观身不静 就不会留恶之心 就不会留恋这个身体了 不会留恋自己的身体 也不会贪恋 这个美色 好 所以这一院 我们要整个合起来 才晓得 金刚不坏身 是怎么成就的 因为金刚不坏身 是果 所有的事 不理两个字 因果 修因 才能够得果 我们看 接下来顺着老和尚的教导 我们把 如何修因 得金刚不坏身的果 找到 愿文开端 生我果者 可见 净土是真正的平等 所有生的 没有一个例外的 是平等的法界 无论从哪一道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不管是哪一土 不管是什么样的品味 都一样的受用 是平等的法界 平等 也是我们修学的重点 这个经题 清净平等觉 我们要在一切境界 修清净 不要忍住 修平等 不要分别 不要有高下 不分别 不分别 理静诸佛 理静 亲人 朋友 因为不平等 不凭则鸣 可能家庭团体 就会有纷争产生的 可是 容不容易 我们的爱真心 比较强 好 比方 那一天 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 跟我谈话 他首先问我 他说我看到女孩子会动心 我说这个很正常 你可不要一句话过去 不可以这样 他以后不跟你讲话了 这个应对 进退 要学 你要先调剂人情 再发明事理 好 那我们自己想想吧 我们对他说不可以这样 请问我们在那个年龄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当然你们比较善根深厚 像我在那个年龄的时候 我比他更惨 所以处事要有忠树之道 忠树为道不远 忠树离真心不远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更何况我情况比他严重 那我还讲那么苛刻 这个不是很妥当的 我们可能现在带很多年轻人 可能我在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 还没有他们的怨心 善根还不如他们 可是一谈话 很高的道理就压过去了 这个叫执着在老师的位置 我们说不取于相 不要着相 我们前面好像老师知道我们在境界当中要练禅定 禅 假如用无量寿经 叫观法如画 你知道凡所有相就是虚妄 那虚妄的相你还要去执着他 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就是金刚心说的不取于相 那三昧 那三昧常疾 三昧是镇定 是不是金刚经的如如不动 金刚经跟无量寿经交的一不一样 一样 在境界当中要练 不要取向 不要动心 如如不动就是 不要因为境界而动心 不要被境界牵着走 这个就练禅定了 境界都没有办法动你的心了 那定到一定程度 那就开智慧了 可是这个不取向 不着相 那我们自己警觉性要很高 要很能观心为要 观自己的心念 一起这个 我是老师了 那这个心念可能就跟五十三餐不相应了 心态不相应了 就可能好为人师了 我们看老师在境界当中是怎么修的 老师讲经 讲经这个境界好不好修啊 讲着讲着都是讲给别人听的了 会不会不知不觉 这个道理都是向外了 那佛法是内学哦 所以你看老师上的心态 我讲经啊 别人有没有受益啊 我不知道 我把我自己劝明白了 要劝自己啊 不是一直讲别人啊 讲的时候呢 所有的听众是坚学 老师上说的 我给大家做报告 这些心态啊 很宽健啊 因为这个四大烦恼是与生带来的 其中有一个是我慢 这个鲁家也说啊 孟子说 人皆好伪人师 所以我们处在讲学的位置 可能我这么一讲 哎哟好险我不是老师啊 这个这个讲的不是我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啊 你当母亲 父亲啊 你是老 你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 你假如是当领导的 那你要做之君亲师啊 讲到这里有人说哎哟好险啊 我呢 我是还没成家啊 我也没教书啊 哎我下属啊 我在单位里面 我位置最低啊 这个跟我没关系了 所以我们现在听经啊 有一个能力很高 就是闪躲 这个不是讲法 那个也不是讲法 这个都跟我没关系 听经要受益啊 要怎么听呢 就是讲给我听的 才受益得了啊 这个君亲师 是你扮演任何一个角色 你要有这三个精神 你才能够在这个角色当中啊 去利益到对方 那除非你没有利益人的心啊 你就不用受持这个君亲师了 你假如要利益别人 那你一定要受持这三个字 因为你受持这三个字 你才是用真心去对人 那我不想利益人 那只有一条路走 不想利益人 只有哪一条路啊 这讲死路一条比较难听 出言要顺人心 我们现在自家人起来探讨 不要说死路一条 一般的人听了会很不舒服 只有轮回这一条路走 这听起来比较不会那么臭 是吧 不愿利益人 那是自我啦 轮回就是从我池来的啦 我们在课程当中 跟大家举过例子 在我们大陆 白方李老先生 家喻户晓了 感动全中国 包含海外 听过他例子的 不流泪 有点不正常 你看那老人七十多岁 把所有的财产捐出来 给孩子读书 他这个动作已经震动到 全家人了 甚至于那个学校都不敢收他的钱 一看老人家老本 退休金 全要捐 你假如是校长 你敢拿吗 他说这是我的钱 跟孩子说我的钱 我自己做主 不是这样 重新 重操就业 再踩三轮车 踩到九十岁左右 他没有地位 没有财富 可是他有一颗 自成心 对待下一代的教育 把下一代就当自己的 孙子 当自己的 后代 所以他处在最低的位置 却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力量 你看他做之君 他望我的付出就是以身作者 做之亲 他帮助的那些都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做之亲 他也做之师 大家看他这些行语 不都是以身说法吗 在感动 感动谁 首先感动这些学子 哪一个学子 接过他的讲学经 不终身难忘的 所以报导 所有接受过他讲学经的 毕了业之后 没有不从事慈善事业的 你看这个善心沉传下去了 所以这个君心师 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角色 真的想去立意人 都应该遵循这三个精神 而且我们刚刚提醒到了 白方李老先生 他用真心 毫无保留去奉献 这叫慈悲心 大家一定要常常想起 在什么时候想起 在一切境界当中 想起老和尚这一句教诲 就是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 老和尚教军经师 就是教我们用真心 来关照关照 有没有这个精神 老和尚教我们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都是教我们 用真心 不要执着 所以不能着相 我们不能住老师的位置 不能住父母的位置之后 我是你爸 我是你妈 你得听我的 这个就因为那个身份 调动起我们的这些傲慢 慢心 高下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要多 我们有这种心念起来的说法 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哪怕是面对孩子 我们也是普贤型 礼敬诸佛 礼敬他的佛性 你的孩子感受到你的尊重 他会用什么来回报 敬人者 人很敬之 而且尊重 会促进彼此的了解 你越尊重他 他越愿意把心里的话 告诉你了 你不尊重他 他内心不被理解 他可能心门就关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 我们家庭 像成德 是从事教育的 我们在学校面对那么多学生 我们用平等 恭敬 对待 就在这个境界内 不分别 学生里面 有拿奖学经的 有拿著学经的 有智慧的 平等 你不平等 不平则明 这个学校团体里面 可能就有是非起来了 平等 很好的榜样 正连 睡离 这个故事不能白听 所以要在境界 放下爱真心 人爱真很强的 这个人长相我特别喜欢 那个人我看了就烦 这个都是爱真心太强了 朴弦行 见信 见人家的本性 不要着人家的外向 刚刚跟大家提这个 这个男孩 他跟我提到 这个青少年 你要让他面对你的时候 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讲 你才好互恋他吧 不然他的思想跑到哪去了 你也不知道 他也不肯跟你讲 你怎么互念 所以父母跟孩子 那种无话不谈 要一直保持 这个叫父子有亲 终身保持 陈德记得我高中了 心里有什么事还是很自然 会跟爸爸妈妈说的 我们先让他了解 他这个很正常 压力不会那么大 进一步顺势地告诉他要理智去面对这个事情 引导他 对啊 你现在 主要的是什么 你今天 对一个人有好感 你目的是什么 你假如是真负责任 那是往后是要走终身大事的 那你是要有理智的 不然你扛不了这个责任的 那你要有责任心 要理智才能扛这个责任 那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学理智啊 你现在就理智不了 你还能保证以后理智吗 你现在对情欲 你就忍不住 你的理智跟道义提不起来 是吧 你现在 大家都是在学习啊 你的情欲控制不住了 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对方啊 那你以为结了婚之后 就没有情欲的诱惑吗 照样很多啊 所以你假如是个大丈夫啊 你现在要学理智啊 你要顺势而为 要用疏导的 不要用防堵的 我们当父母老师常用防堵的 其实就是我们太强势了 心地不够柔软 是吧 才会有这样的行为 心形一如 每天发生的事啊 要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性格 要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性格 自己的心念状态 才好修正 修行是从根本修啊 从喜心动念修 错误的想法看法 要调整过来 说法做法 也是从想法看法延伸出来的 所以心是根本的 这个南海有意思 我跟他聊聊聊 后来他就说了 说法师啊 这个我看到比较漂亮的女孩子 我就想多跟他讲几句话 我觉得长得不是很漂亮 我就不想跟他讲 我说你看 你读无量寿经读了多少遍啊 清净平等学 都没有平等性 他自己内心的世界 他愿意讲出来 我们就可以跟他交流 今天你在跟这个孩子谈话 你在跟他讲平等性 那在这个学校里面 很多孩子呢 假如今天我在跟这个孩子讲话的时候 他觉得我不平等 你说我这个话跟他讲有用吗 没有用啦 所以讲话是要有本钱的 你劝别人要有本钱 本钱是什么 你自己要先做到 这个菩萨士德里面讲的 威宜注持有则德 有则是以身作则 接下来才是柔和直直设身德 言教 深教在前 言教在后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都把时间浪费在要去说服别人 然后说服不成 心里又很郁闷 这个特别浪费时间 都没有提起一个理智 我今天要劝他的 我自己做的如何 假如这么一思考 我还有很多要提升的 我咋都在看别人呢 这一念观照 就不会现在 要去讲别人的错误了 反而提起 我要先赶快提升自己 这就是一种理智了 这就是物本 我从根本下手 修身为本 身修而后加起 所以我先在这个本上下功夫 不能舍本足末 面对境界 本末要清楚 不能搞那个本末倒置的事情 不只没什么效果 还有副作用 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你有这个优点 你再去带动别人 有这个优点 无诸己 你没有这个缺点 而后非诸人 你才能护念别人 没有这个缺点 我们举 我不发脾气了 我才有底气去劝别人 发脾气对身体不好 火烧功德脸 不然我们脾气也是挺不好的 一开口圈 人家脾气小一点 人家那个表情马上 你五十步还笑我百步 人情的势力 要敏锐 出言顺人心 这个话讲出去 会让人家不接受 话不要太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讲话 不符合经典 心都是散乱的 心都是不安定的 你看我们要说服别人的 心安定 患得患失 结果对方不接受了 言语稍微激烈一点 我们不止患得患失的 恼羞成怒 你看这个 心动得厉害 话多的人 心都是不安定的 话说多不如少 吉人之慈寡 吉祥有福报的人 话不会多 诸位忍者说到这里 大家不要起一个念头 哇 陈德华是话很多 每天讲不停 我是在 你讲经不讲话 咋讲啊 那讲经不讲话 就变成打佛妻了 但是我们平常提醒自己 你开口一定是跟佛经相应的 不兴事与要再争论 而且话不投机半句多 不要去攀那种圆 所以这个夏老慈悲 有提到 三年不说话 保证开悟 好 可能有人开始激动 三年不说话 我来干吧 干可以 不要搞得你家的人觉得 你学执着了 跟你讲话都不 都不你家里的人了 所以听大臣法 依义 不依语 三年不说话 不说什么话 不说废话 心保持清静 真的该说话了 真诚慈悲 清静跟真诚慈悲 都是真心 这个用功是持续的 一开口 是非人我 那你的功夫就 打断了 甚至还 讲话的时候 哇 情绪激动 嗔恨心都起来了 那叫火烧功德领 所以刘书云老师有说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爱真多 我心里不装事 装事是非多 其实心里装人事 你遇到人 你那个嘴巴就忍不了 心里要装阿弥陀佛 别跟自己当身成佛的机缘 过不去 别人是障碍不了我们的 只有我们障碍得了自己 陈德义说 别人障碍不了我 大家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有啊 障碍很多啊 什么 境界没有问题 问题在自己的分别执着念 人辱先人 佛斗的前身 遇到歌利王 歌利王都障碍不了他 不只障碍不了他 让他快速提升 障碍不了他 所以起了一个念头 谁障碍我 哪个是障碍我 就是外行 佛门没净 俗话说的 不过有点难听啊 门都没有 所以这个门都没有 不是骂别人的 提醒自己的 不能连佛门都没进 我们老和尚这里开解的 净土是真正的平等 平等才能进佛门 叫不恶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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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分别 怎么念呢 见仁恶 即内行 拉回来了 没有往外了 善才同志的精神 不可虚于离也 这个心境不能离 阿弥陀佛把平等心展现给我们 刚刚提到正连税礼 这故事不用重讲了吧 这应该大家都听过 听过叫知道 还要悟到 什么时候悟到 家里团体有人抗议了 这个不平等产生的后果这么大 产生的纷争这么大 悟到了 进一步对峙自己的心念 做到 最后得到了 去一步平等心 善根无量 说明凡是往生的人 都是善心坚固 这个是因 你才得金刚纳罗衍生 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神通力 这么大的神通力是果 有因 当时候提伯达多 害佛把五百只像灌醉 打听到佛要经过哪个地方 把五百只罪向赶到他们快速奔跑 往佛经过的地方 要磨害佛了 千军一法之计 佛只是把自己的手举起来 五百只罪向就很温讯的全部趴在地上 结果魔王看到这种情境了 问释迦牟尼佛 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忍耐 佛说地神知道 去问地神 地神说 说婆界 每一寸土地 都有释迦牟尼佛 为众生流过血 牺牲过生命的足迹 这个故事我们听了 以后你踩在大地上 你就会念本师恩 每一片土地 都有本师释迦牟尼佛 为众生 这个感觉还不够 为我舍生命 这个思维一起来 我不能再辜负他老人家了 我得依教奉行 更有志气了 我得协助本师释迦牟尼佛度众生 脱离六道轮回 念恩心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重要 我们这个法门 无量寿迦牟尼佛度众生 上 中 下 三倍都有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所以劝发菩提心文 大家一定要深入学习 就拿到往生的把握 菩提心发了 你又肯念佛 那一定往生的 刚刚我们提到了 你没有利人的心 你要利人 你君心师的精神 一定要提起来 你才能正解坏人 没有利人的心 那只有轮回一条路了 没有利人的心 去不了极乐世界 那平道接不上 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才能交感 方以类聚 物以全分 我们现在要去普贤菩萨的法界 我们的心形一定是 跟普贤形有相应 没有十分 最起码要相应个一两分 两三分 世间世没有离开 感应两次 能感是因 所感是果 大家也可以去观察看看 因为你善于观察 你对真理就体会的深 今天一个虔诚的念佛人 会不会交打麻将的朋友 不会吧 对啊 那不相应嘛 话不投机半句多 当然 这个真心念佛人 假如遇到冤亲寨主是打麻将的 他一定跟他说 阿弥陀佛 顺便给他消业这样一下 你能得到清虚之身无极之体 是善根无量 普贤菩萨的法界 小成人 心量小都去不了 二成种不深 所以 说明 凡是往生的人 都是善心坚固 善心坚固 我不是说帮一下人 人家不怎么领情呢 国遥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 善心坚固 纵使身子诸苦衷 如是怨心永不退 这才像弥陀地词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地词 这些经文 我们都很熟 随闻入关 我要做第一地词 要做榜样 待众生苦 不退缩 大不了 一死 大不了死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这个身体是个臭皮囊 我们为众生牺牲 那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所以 宁可碎骨粉身 终不忘失正念 所以 当然不能无畏地牺牲 牺牲了真正对众生有帮助 那我们不惜生命 效法释迦牟尼佛 任何一片土地 都有佛陀为众生流血 牺牲生命 所以为什么我们出家受菩萨戒 叫烧菩萨头 得要点这个戒巴 那是表法的 不是拿来炫耀的 点九颗 是更提醒自己要牺牲奉献 可不能点九颗 你看我比人家多 不是增长慢心 所以都要用对心 要善用心 老上一直提醒 不能换对象 佛法是让我们放下贪 放下好胜心 不是进了佛门 换对象 造贪 造好胜 点香都要点第一炷香 办什么事都要抢着 办得比人家多 那个都是喜气 大家冷静想一想 现在利益众生该怎么利益 做很多事 现在学习怎么学 一门深入 给众生做榜样 现在众生什么 好多不好精 学得太多了 我们就不说别人了 说我们自己吧 我们也学了那么多年 也不能说不好学 可是假如我们没有专精 李秉兰老师说的 你学经典 哪怕是扎基础 你一步学通了 再学第二步 你不能今天摸摸了凡视讯 明天翻翻地指挥 后天又什么 于敬意工 于照神迹 我们都是成年人 成年人的 成年人有一个特色 就是 除非他自己认知到了 不然你勉强不了他 除非自己深刻认知到 专精的重要 不然你越来越烦 要他什么 我都学了十五年 学佛 十五年 二十年 我怎么遇到境界 一句经句都起不来 你好像学了一二十步了 多不深入不透啊 遇到境界用不出来 那是学习的一种习惯 求知欲 好像多学一些经典 心里比较安 甚至跟人家谈话的时候 比较有催的本钱 哪一部经怎么讲 哪一部经怎么讲 人家一说 哇 他懂得经句不少啊 你讲话 也要关自己的心啊 你是引经句点 在给人家 给人家信心 这个都是有出处的 还是引经句点 在炫耀自己啊 这个只有自己的心知道啊 当然也不是只有自己的心知道了 明也人一听就知道了 只能骗一般 还没有走实修的人 实修的人心清静 我们一讲话的心态 人家容易感觉得到啊 一感觉到我们这个态度 人家只是不说而已 那个是藏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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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都是依经教啊 我们都是依经教啊 来思维啊 所以要修普行行啊 把那个平道要接上去 善心要坚固 纵使身子诸苦中啊 如是怨心 永不退 而且呢 因为坚固啊 不怀疑 不怀疑自己的善心 也不怀疑众生的善心 我们有时候在做事当中 众生的一些行为 让我们对众生的信心产生怀疑 哎呀 真是一产体 没有善根 其实冷静冷静啊 当我们觉得别人没善根的时候 其实可能我们善根也不够啊 才会起这个念头了 佛菩萨对众生有耐性 柔软 等待机会 他不怀疑 不夹杂 这个善念 保持没有夹杂 没有夹杂目的 没有夹杂名利性 纯是爱人 纯是敬人 这了凡视讯这一段文很精彩 这个就是没有夹杂 这样的人才能往生 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 特别是遭遇挫折 遇到大的苦难 决定不退心 我们遇到大的苦难 会退心 关键都不在境界 是什么很大 境界没有问题 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念 陷在自己的烦恼感受里面 这个境界才障碍得了我们 假如我们很明白 随缘消旧业 我消业的机会来了 无债一身轻了 那怎么会有烦恼痛苦呢 是我们着相了 自我的感受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不知道我付出多少吗 就在那转了 转了 转不出来了 身性因果 他不找别人 怎么找我呢 身性因果 是妙法 可以消除烦恼 基本上所有的烦恼 都是因为不幸因果 产生的 可能 我们 跟 佛友在探讨事情 一定说 一定要身性因果 我们嘴上 都是这么讲的 那真身性因果 你在一切境远里面 不会有怨 这是真正身性因果 逆来顺受 这个都要检查 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识 我们还没有证阿罗汉 怨了 就有点不甘心 身性因果 哪有不甘心的 念佛求生的心 反而越来越坚固 越臭越勇 这是善心 为什么越臭越勇 因为 越经历这些事 越知道 轮回路险 不能再搞轮回了 摇紧牙关 此身正无量寿 好不容易 遇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我的业再重 我不怕 我只要啃上 他老人家的法船 我随缘消旧业 我不再造新疆 然后我啃上 他老人家法船 他的愿力就把 我的过去生的业力 给拖起来 待业 往生 所以 一个人面对事物的心态对了 所有的事障碍不了他 所有的事会让他的善心更坚固 会让他求愿往生的心更坚固 所有的境界都是来成就我往生极乐世界的 只要我转念转对了 事实是好事 大家可以自己思维 自己去转念 卡住的时候 可以提出来 我们再一起讨论 所有卡住自己的事 一转念 都会让我们求愿 往生越坚固 这叫以苦为师 这叫认识轮回苦 所有你现在觉得很痛苦的 都在教育我们 轮回苦 别搞了 搞烦 不想再搞了 那不是以苦为师吗 哪会障碍我们 一切善心中 第一善心 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比这更善的 因为这个心决定成佛 成佛之后 普度众生 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阿弥陀佛 本愿微神加持 我们是阿弥月智菩萨 六神通恢复了 那个能力可以广度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我们是为了这个求生极乐世界 想想看 哪有比这个心更善的呢 所以善心坚固 善根坚固 这个是因 因为这个因 才得金刚不坏生的果报 那坚固之力呢 这个是讲身体启用 生殊胜 古德在注节里跟我们说 金刚纳罗言 就是金刚萨朵 金刚萨朵是密宗 创教的教主 密宗是龙树菩萨 开铁塔 见到金刚萨朵菩萨 他把密教法门 传授给龙树 龙树菩萨传到人间 密宗是从这里来的 净土宗是密教显说 称民无意词咒 教主即是本尊 大日遮纳同归光寿 华葬密言不离极乐 树穷三计恒变时虚 阿弥陀佛 而且一个阿字出生一切陀鲁尼 陀鲁尼就是咒 一切陀鲁尼出生一切诸佛 所以这一句佛号 统设万法 六字统设万法 这个是生命 唯佛与佛乃能知然 身闻意解施佛志 尽其神力莫能测 所以我们不怀疑 佛教导我们 老实念佛 可以设佛的功德 为自己的功德 我们不怀疑 不怀疑 老实听话 真干得大利益 念佛三昧 三昧中亡 宝王三昧 地藏经里面 婆罗门女的表演 给我们启示 他念佛念多久 念绝华定志在亡如来 念一天 入什么境界 法身大师 以自己的力量 到地狱去了 一天 你这个念佛的功德力 多大 这是地藏经 我们 这个中国历史当中 差不多是魏晋南北朝那时候 有一位修行人 七天 也入法身 后来在清朝 世纪 教导他 十二个同山道友 因为他十二个同山道友 又聚在一起了 他从极乐世界来教化他 这一尊菩萨 绝名妙行菩萨 他有很多教诲 我们很熟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大家现在念佛 有没有感觉 打得念头死 感受了 虚如法身火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这个都是绝名妙行菩萨 教导的 所以这个成就快 当然这个快 你不要一听到快字 快啊快啊 心又开始急了 你就快不了了 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只要字句分明 一字一句念清楚 摄耳地听 这个其他的五根 就不容易跑出去了 我们这个世间 就是耳根最立 念佛的关键 听清楚 都摄六根 静念相继 所以这佛号 老实念了 根深器界前转换 自己的身体 你所处的环境 就随着你的佛号 不断地在转变 我认识一个朋友 听说他最近出家了 他得了胰脏癌 癌中之王 去见老和尚 跟老和尚 禀报 他是官员 拧拧不大 官就做得蛮大的 后来得了 后来得了这个病 打算一心念佛 老让表示支持 他就死心塌地念了 没有多久的时间 一上海就没了 后来还有出家的缘 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你对佛号没有怀疑 那个功德力 灭罪的力量 不可思议 这个都不是我讲的 《金刚经》专家 姜魏农居士讲的 持明念佛 暗和道妙 即是行身般若 行身般若是 观音菩萨那个境界 无意念实相 就是跟实相念佛 跟法身的境界是平等的 你看我们以凡夫心的持明 可以跟实相念佛平等 这个是妙法 如是妙法 心听闻 阴藏念佛而身喜 念着念着 我怎么这么幸运 中了佛门第一特强 欢喜心念佛 念一句试一句 越念越欢喜 性闻如来 亦方便 夏年居老居士说的 特别法门 居然我遇到了 苦乐忙闲 莫停身 苦乐忙闲 行住坐卧 能提起来 真的有事要办了 用真心去办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心 去处理事情 也叫念佛 功夫没有间断 好 当然 假如 你做的事 很多 慢慢你念佛 心都定不下来 这个修行的路上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不能止理 废事 老和尚说的 身佛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好 做事不怕 冲啊 冲啊 你事情做的很多 你连佛都念不住了 事也没处理好 止理 废事 事要什么 实事求事 老和尚说的 好事可以做 可是做 假如做了呢 烦恼越来越多 那这不行 会把你往生做佛的事情 耽搁掉了 要度得量力 我们虽然学的佛 有很多做人做事的习惯 很强 因为那是学佛前 三十多年养成的了 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了 不是一学佛 佛法的教诲比较强 不可能的 过去的习惯 常常会把我们拽回去 只要一不警觉 他就给我们拽回去了 这个我们自己观察 我们起的念头 是念佛多 义佛念佛多 还是世间这些 影像多 那这个就习惯 给我们拽回去了 传统文化是个圆 本来那个做事的习惯上来了 我要做大 我要做第一的 有啊 我见过不少啊 别人做了 他嫉妒心起来了 怎么没有通过我 这个地方是我先做的 他做老大 又要做大 又要做大 习惯现前 怎么护制正法 现在真的要 弘法立身 一定是从修身起下 做榜样 因为大众都忽略了 这个本 你身要修啊 要下心地功夫啊 要隔物啊 隔除物欲啊 淘汰坏的习气啊 烦恼心 智慧才会长啊 智慧才是自知啊 不从隔物下手 通通是本末倒置 所以我们看四红是愿 发了愿 接下来呢 不是往外冲 众生无边 是愿度下来 烦恼无净 是愿断 你说我 出来讲学了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是一个当妈妈的人 那你跟别人讲什么 讲 我在这个角色当中 怎么放下自我 怎么行菩萨道 念念为家里人考虑 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做过 我们就只是讲一堆礼而已 射受不了人心 是用自己的明明德 去清明 去立众 可是要用自己的明明德 那一定有对质习气的 而且侃侃而谈 但是大家冷静就看 很多讲学的人是口才好 他不谈自己怎么对质 他的嫉妒 傲慢 因为他没有下这个功夫 他怎么弹得出来 用明明德去清明 现身说法 现在的人口才好的也不少 人家听经也听很多话 为什么你能射受他 他能感觉到 你不是搞假的 你是动真格的 宁肯睡苦粉身 终不忘失正念 你这样下心地功夫的 所以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 要去做大 要对照 我们最近的这些主师 他们都是开智慧的 他会关机 我记得出学佛没多久 有一本书对承德的帮助非常大 就是印光祖师文操金华录 承德在持光图书馆拿到这一本金装书 好多想干什么 印竹都当头给我一棒 敲了好几棒 其中印竹说 到场不要超过多少人 22人 那是那个年代 我们要有动态观察 科学发展观 要有动态观 动态观察的能力 请问现在不能超过多少人 这个你们自己想吧 成人是不能被说服的 只有自己去感受感受 像我自己去感受 主知大了 你根本时间精力没法带 在外面 在外面讲着天花乱坠的 家里在失火 出了摄影棚 还在那里当和事佬 在那扑火 我感觉这不妥当 这样讲学 我看讲不长久了 讲到最后变自欺欺人 就麻烦了 现在一定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就展现一个做事正确的态度 实在 实在 不搞虚的 好 好 这个金刚萨朵 就是普贤菩萨的 化身 所以由此可知 一个人要是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就是密宗里所说的 成就大圆满 发生 一个普贤菩萨 十大愿亡 倒归极乐 这个大菩萨 不会多事 不会多此一举吧 假如 他在华藏世界 就能成就圆满的 法身 那他干嘛 最后还要劝 这些法身大师 法身大师 还有四十一个阶位 那他为什么要劝他们 统统倒归极乐世界 所以普贤行 是倒归极乐世界 才圆满 那普贤菩萨 又是金刚萨朵 是密教出主 那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念佛 成就往生极乐世界 那这个是 究竟圆满 所以这里提到了 一个人要是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密宗里面所说的 成就大圆满 法身 在哪里究竟圆满 到西方极乐世界 才圆满 这才能得究竟圆满 所以古德这个说法 非常好 黄念老 注节里也有引用 这黄老注节 这个也是我们 镜中三宝 镜中三宝 无量作经 慧极本 还有注节 包含老和尚的讲解 讲得很透彻 用一千两百个小时 左右讲透彻 再来是海贤老和尚表法 我们这四十八院 一起学习完 我们接下来 学习老和尚谈 海贤老和尚的表法 我们把它掺透了 可以花一年的时间 拿到往生的把握 这个很重要 再来还有静修节药 这是镜中三宝 第三十三院 光明会变院 身顶皆有光明照耀 佛顶上有圆光 全身都有光 有长光 有放光 我们想想 往生的人有没有 如果没有 那就不平等了 所以极乐世界 平等的法界 清净海会众菩萨 都有 头上都有光 跟阿弥陀佛的本愿 假如不平等 那跟本愿 就不相应了 所以佛光 众生光 众生光 主伴不恶 身佛不恶 佛是主 清净海会众菩萨是伴的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现在学习净土法门 弘扬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是主 我们也是伴的 协助阿弥陀佛 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 而且主伴生佛 生是众生 生佛 我们光光护荣 请问大家 我们现在 很真心的 在介绍净土法门 给有缘的人 你的身体放不放光 你讲的时候 敢不敢阿弥陀佛的光铸造 你看 你自己的心光 跟佛光融在一起 所以皆以此光 宣妙法 阿弥陀佛的光 一切诸佛的光 这一部经是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这个光全照在你的身上 你的灵感 如泉水 所以老儿上学经教 李平南老师教他四个字 自诚感通 你看你真诚心 没有丝毫怀疑 佛菩萨会加持 真诚 一心利益他人 真诚希望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 让他了脱生死 那这个得到的加持 感通的这个佛加持力 那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不能说 那个讲课的人 他可以求自诚感通 大家有没有感觉 要关照自己的心念是什么 责任 责任他比较适合 他去做 我这个老儿上圆几之后 我遇到一些同修 一见面 他们常常会跟我讲一句话 你责任重大 我想你都没责任 我们的念头 跟阿弥陀佛同不同心 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况且你看佛 在世的时候给我们的表演都在启发我们 佛不度无缘之人 代表什么 要有缘 那这个世间有很多亲戚朋友跟你有缘 跟陈德法师没缘 那谁的责任 不然这个故事不是白听 都当故事听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我们有一个习惯 特别会推责任 推的是一干二情 这个功夫最高 每一个人 有利重的心 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众生 身顶皆有光明照耀 感应 所以法即是光 光即是法 这一句佛号是法 一个人在念佛号的时候 就像善导大师 念一句佛号 一尊佛就出去了 这个佛又放光 你看 我们在佛光当中 又能宣讲佛法 宣讲无量受精 光即是法 不离义此光 而说此法 这就是成就一切智慧 获得无边辩才 你看往生的人 成就一切智慧 身顶都有光明照耀 然后还获得无边的辩才 所以成就一切智慧 就四诸四法 它都通了 通达了 正至圆满的成就 像我们这个讲学 当然自己烦恼还很多 可是上了台 有没有烦恼 你坐在讲台上 还有烦恼 不是卡壳了吗 你绝对没有烦恼的 一个妄念都没有 全神贯注 老婆上说了 有人说他是爱讲经的法师 老婆上 那个是人家批评 你看老婆上面对批评 那态度是我们的学处 老婆上笑着说 他不了解 我是用讲经来调伏妄念 你修行不是要调伏妄念 把妄念都止住了 自己的佛性不就慢慢拓出来了吗 但以妄想分别执着 不能正德 所以要对峙 怎么对峙妄念 念佛能对峙 是讲课 没有妄念 没有妄念 这也是修行的方法 好 所以 我们有时候 讲的内容 像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谈的 其实我在谈的时候 这个都不是前面什么准备备课 没有这些内容的 也论到哪里 可能是哪一个听众给我放光 给我灵感 他为什么放光 他很专注 很认真 很恭敬 我也得到他放光 这个互相影响 你真心互相影响 所以佛光一照 佛光也铸造了 你当下一照 你有灵感 你的智慧透一点 这个下的台 可能又讲不出来 我刚刚讲那些 我好像以前没讲过 有一些分析的 我讲的时候都有点 虽然自己现在还没有成就一切智慧 你看佛的加持力 那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不是自己的能力 能够讲的 时间到了 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当然大家听经了 不要听出执着来 刚刚说了 我们这个课程之后 我们来学习海贤老和尚的表法 老和尚给我们介绍海贤老和尚 我们从中内航能看门道 学到精髓 老和尚说海贤老和尚表演 是无量受精的总结 给我们表演出来 那我讲到这里 大家可不要 之后等陈德法师 讲海贤老和尚的表法 你还等我 可能还等两个月 修行人的态度 文教变形 知道这个重要 马上去做 工作不妨碍念佛 是吧 你马上能想起的就要效法 你看 闲工 人家无理对待他 给他两个耳光 当帮我烧痒了 讲话很凶 吐他一脸口水 就当帮我洗脸了 佛号不终端 你看横顺众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人家不让他拜佛 他就没人的时候再拜 没有障碍 这都是学著 现在我们同修可贵 好人做到底 还做了动画片 有些人一看到动画 就想起小时候的记忆 看起来很温暖 看了就赶快效法 祖师有说了 文教变形 你文了一个教诲 变句效法 这个人不用人家推了 攜带更劝 不用人家劝他了 这样的态度 这一生就成就了 我们要培养这种 听了就去做的 解形相应的态度 子路听到好的教诲 没有去做 他心里就觉得 不能贪乏 不能听太多 未知能行 唯恐又吻 子路这个态度 非常非常可贵 好 那一年拿到把握 老婆上有提到 一万身佛号 当然 不要着在数字上 其实就是让我们多多益善 因为有些人 念佛速度慢 到时候我一讲一万 他就生大烦恼了 是吧 他都是念阿 米 这个速度 或者你是工作多 那假如说 你一定要念一万 那可能就 对你的工作又造成烦恼了 所以法是活的 你工作多了 功夫不要断 在工作当中 用真心 一没事的 佛号又提起来 都可以落实的 无常迅速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要赶快拿到往生的把握 义佛念佛 一见到佛 心就安 就有把握 好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